经过昨日奔波的我们 今天一早遇到两位热心的德国夫妇 我们彼此分享我们推荐的地方和露营区 同样也是想露营环岛的他们 推荐了一个在冰岛很好用的露营APP 叫NordCamp 这APP主要适用在北欧的国家 记录了冰岛八九层的露营区 提供的资讯还算完整 有设施、价钱、照片以及很重要的使用者评论 虽然有些露营区的资讯还算是偏少 但要在冰岛环岛露营的话 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 而正当我们还在讨论冰岛路线的同时 我们收到房东的讯息 因为车子坏掉的零件没货了 所以他请阿哥哥帮我们弄到了一台车 但我们必须要从这里前往阿克雷里去拿车 小汪匆忙的收拾行李 而我跟民宿的员工沟通 请他们载我们到巴士站 就是我们住的民宿老板的姐姐的样子 载我们去这个修车场 然后再载我们去打公车的地方 我们真的是太强了 所以你心脏很强 对啊 不要再发生什么事了 对啊 我们现在又要去坐公车到阿克雷里 今天真的是一早又出现一大堆其他的事情 就是昨天车子修完 送修之后发现 好像车子没办法在那边修 所以呢 现在 我们的房东帮我们想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现在要坐车到阿克雷里 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这边的公车站牌 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因为一天只有两班 所以12点30 四十分会有一班 接下来就是到晚上9点 所以我们在一个小时内 把所有东西收好 然后再过来 幸好有善心人士 帮我们再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 应该可以搭上公车 冰岛的交通巴士可以简单分成两种 一种是首都雷克雅维克市中心范围的巴士 另外一种就是郊外的巴士 也就是我们要搭的巴士 他们的交通巴士除了可以使用现金之外 也可以使用信用卡 但冰岛郊外的巴士并不是很方便 一天的班次都不多 也不是每天都有班次的 一个礼拜可能只有两天有巴士 一天最多也只不过两班而已 那我们现在的路程大约三个小时多 会抵达阿克雷里的市中心 一个人大约是1100台币 OK我们现在搭上的就是冰岛的郊区巴士 然后整台公车都还不错 而且非常的准时 所以大家如果要搭公车的话 一定要很准时 过来这边就是等公车过来 真没想到我们是因为这样 才体验到冰岛的巴士旅行 总而言之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租车去玩冰岛 才是最方便的 在这三个小时的巴士上 我跟小汪都对彼此说 这是我们这几天最放松的时刻了 虽然这些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的状况剧 接踵而来 但靠在椅子上 看着窗外 有如瑞士般的景色 丝毫没有减少我们对冰岛的喜爱 反而 有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只是不知道后面 我们又要迎接怎么样的挑战 1 2 3 Yeah Thank you 哈哈哈 好 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之前前一阵子为了领钱 然后就是要买一台车 是我们房东要帮我们准备一台车 然后呢 结果我们买了第二天 它就坏掉了 脱掉拿去修 现在呢 我们的房东就是 他人很好 帮我们又跟他哥哥要了一台车 帮我们 因为其实我们是买了一台车 对 可是它可能也坏掉了 然后其实可能也觉得要再给我们一台 所以他就问他哥哥有没有多少车 所以呢 我们就是突然改变的计划 然后我们今早就坐了公车 就来到阿克雷里 然后就拿这台车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是 拿到了 一路上的我们 真的好感谢房东 还有他的哥哥 真的是有衷的那种感谢 我们先要看我们今天要住哪里 对 今晚我们就住在这个很棒很棒的露营区 不过 事情还是没有那么简单就结束的 好 昨天我们一波三折 到了阿克雷里之后拿了车 结果呢就是因为这台车是首排车 而且他的车因为在一档的部分 就是有点难打进去 就弄了老半天 然后 花了超多时间 所以就直接住在这个露营区 那这个露营区是叫什么 Hamara Hamara吧 对 Hamara 然后这个露营区还不错 然后是阿克雷里这边 应该是 就市区这附近里面算是一个 算是最好的露营区 空间非常大 零区非常大 然后就像他这边是用餐区 然后有WiFi什么的 然后里面还有洗澡的 但是有个缺点就是 餐具那些都很少 没有什么餐具 没有锅子 所以自己要准备 由于转一路 田中 隔天一早 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逛小猪超市 终于来到大间的小猪了 我每一条都要逛报 我每一条都要逛报 這邊的吐司 台幣81塊 但是我們在其他超市買一條要150幾塊 160幾塊 甚至快要到200塊 根本是雙倍 拜託來小豬一定要買爆 你看那個巧克力蛋糕 根本是我們以之前在其他超市買的一條吐司的錢 超級挺吃飽 從Homemafic一路過來的超市真的都太貴了 小豬硬生生的就是比其他一間平的一到三倍 還是你要買那個新嗎 來 我們上次在其他的店買一條台幣大概7、80塊 然後這邊只要一條21塊 回到天堂了 才66塊 我們買了100多塊 這個也買了 差38塊 為甚麼 這都拿你那麼愛吃巧克力 36塊 我們買 我們好像買100多塊 4隻 差那麼多嗎 對 44塊 便宜到爆炸 我們來看我們買藍莓醬多少錢 這邊只要81塊而已 這個送人家也適合喝 嗯 進來冷凍食品區 這都要不要買牛奶 還是你覺得我們買牛奶然後就把它丟在外面 丟在外面的意思 你說 外面冷凍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 夠的 有人不會餓肚子了 太開心了 補充完我們的食材之後 接下來的第二件事 就是要去把空拍機買回來 現在有幾顆空拍機的電池 我們現在加這邊三顆 應該有八顆電池 那你飛到爆 我們的空拍機就是被鳥擊中 所以我們在冰島買了一台 但是我們一樣還是買Air 2 因為Mini的話它只有兩顆電池 根本就不夠費 所以我們還是選擇買吧 對 然後到時候去機場的時候 再去拿ReFound 那這邊一台空拍機多少錢 大概將近會台幣5萬塊 那有這個就是Taisy Free的話 可能大概4萬3 對 所以會跟台灣差不多價錢 大家來跟我們買電池吧 對 電池波 對 跟我買電池 便宜給你 現在在阿克雷里 超漂亮的小鎮 整個就是被山繞住 其實在阿克雷里所在的位置 就是冰島最長的峽灣裡面 比起雷克雅維克 我覺得這裡更像是我心目中 冰島首度的樣子 冰島阿克雷里的可愛小房子 居然還有樹屋 雖然在冰島錄影很便宜 大概一個人 大概都三四百塊左右 可是錄很多次其實還是會很貴 而且它都是一個一個很算 我們剛剛買了這個 將將將將將 camping car 它就是這一張大概4500左右台幣 然後它可以在一些指定合作的地點 然後可以錄影 你可以錄28次 這張卡是有期限的 大部分是使用在5月初到9月中 一張卡最多的人數只能兩大四小 而大部分冰島的露營區都開在夏天 然後錄28次 反正有一個露營的地圖 然後大家可以放在這邊給大家看 然後就是這樣 超划算的 然後大家記得可以去 這個歐里斯 和歐比都可以買這個camping car 所以我們當然去歐里斯買了這個camping car 太多廢話了 對啊 那時候我們來的時候也有 這裡就是阿克雷里的鎮上 鎮上會有這些很多名品 紀念品店 還有這個 這個人 你去模仿他 後面人在笑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Icewear 就是冰島 算是平價的品牌衣服店 小王阿來準備逛逛 看看有沒有他想要的衣服 這件很帥 490 這可以 連帶88很Q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 樂狗店 這比較豐富一點 有火腿也有蛋 我們又要吃這個樂狗了 他很多人選擇 吃8跟6 謝謝 謝謝 樂狗上面還有一個小小的國旗 很可愛 冰島旗 給誰電話的 好好吃喔 我覺得比 北克雅伯克那一家很好吃 對啊 而且他 還有很多組合 很多組合 很多不同的配方 醬料 對 像我這個是有培根 他的是 甜菜根 好好吃喔 因為他的肚子還有壓過 他那邊還有熱壓過 我覺得很好吃的 酸酸甜甜 真的很好吃 有超豬耶 好啦我們繼續吃囉 這裡 這是我們之前住的地方 上次我來冰島的時候 住這個上面 好像從這個門進去 今天是冰島第幾天啊 2017年來冰島的時候住的地方 我們現在要來吃一間 在阿克雷里鎮上的冰淇淋 然後看大家在鎮上的 走在路上的人 都隨手都拿一支 好大球 哇 超大球的 很像是在這一間 超pinky的這一間 送給你 怎麼樣 哇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濃的莓果味耶 好吃嗎 超 我以為它是很 很硬的那一種 它其實很軟 超大球 有點像喝 那種慕斯 對 我要趕快吃了 超好吃 讚 可以來點一個喔 這一個很平易的店 我要丟在這裡 逛完阿克雷里之後 小王說他找到一個 很Local的溫泉游泳池遊樂區 而且居然還有滑水道喔 我們要去 超好的溫泉遊樂室 居然還有滑水道耶 全冰島最好玩的溫泉池 泡溫泉 滑水 游泳邊兼泡溫泉 看看等一下進去裡面 可以拍到些什麼樣的東西 咕咕 這邊不能帶相機 大部分應該都不能帶 因為都不是野心溫泉 這個游泳池園區 是阿克雷里最大的溫水游泳池 可以看到很多冰島人 帶著全家來這裡 跑溫泉玩水 還有上游泳客 而我們在這個園區裡 是今天的唯一亞洲面孔 我們剛泡完目前 龍關煥發 反正呢 就是總結 大概成了大概要 200多塊 200多塊台幣 然後進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能拍 所以沒辦法給大家看畫面 然後裡面的設施呢 基本上所有的 大部分都是比較偏 偏涼的溫水 然後只有幾次是 譬如說我分38度到40度 然後40度到42度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要泡的話 可以泡那些 然後還有一個蒸汽室 然後蒸汽室的桑拿 超級舒服 然後再來最好玩的就是有 滑水道 一個是就是那種 彎來彎去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那種速度很快下去 然後會有一個圓圈圈的大 然後你們在圓圈裡面 一直轉圈 然後再轉進去 然後再下去 掉下去這樣 我覺得有一點恐怖 在裡面玩得還蠻開心的 其實他們當地人也很喜歡來的地方 在這邊很難看到可能 外來人或亞洲人 對我在廁所脫 脫衣服 然後超多人一直看我 超多人一直看我的身體 今天我們在阿克雷里 真的過得很充實 回去露營區的路上 終於 小汪可以看到可愛又親人的冰島馬了 這一刻不知道為什麼 讓我心裡舒緩了很多 可能這幾天的各種遭遇 真的是沒有一刻可以閒下來的 也可能是完成小汪來冰島的 其中一個小心願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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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ing 不管 掃 不知道 對你們來說來冰島的願望是什麼 但我相信 會有一種魔力 充滿你的全身 當你完成了那一個 小小的心願 but you said the bar was so high above the sky and you nailed it to the floor cause for some odd reason I don't believe in this one thing I adore what is love in there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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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這集就到這邊囉 下一集的我們老樣子 車子又出了問題了 那下一集見囉